小瓜糊 然后这个肉的话呢 必须先减掉 它现在所在的列号 为什么 因为它这个列号 等一下会增加变4变5 所以减掉表示是0倍 所以减掉3 那表示说呢 我不要去加上它的多少倍数 7的多少倍 那减掉之后就0嘛 所以那一列 那一列就是不加上7的倍数 所以这个7值的是 总共会有几栏 这个瓜糊里面的话是 表示它要不要去加7的几倍 也就是说因为 它第一次一定是0倍 第二次1倍 所以如果它会向下增加变4的时候 4在减1 那就就是1嘛 1倍 加上1倍 加上2倍 那这样的话呢 透过这种方式 那我们就可以 自动完成一个1到42的表格 那这样的方式 跟之前那个99层800的概念 是一模一样的 你们还记得吧 那其实还有很多地方 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用的 也就是你懂这个方式的话 只要你将来是要做一个四串表 而且是要向右向下 它就可以自动去 帮你定位到应该定位的位置 这个部分指的是这个编号的意思 然后把它打勾 打勾之后向右 一样是1到7 因为它不会再加 那往下的话 因为是变4倍 那就往下就加上它的倍数 并且再加上它的原来的位置 有没有 再往下 1到42的表格 就做出来 利用这样的方式 我们可以做一个定位 就是说 它的位置应该是在哪里 那我们以这边为 开始1 这边就42 OK 当然将来 我们如果说希望怎么样 做出类似像2015 12月 自动帮我在调整位置的话 比如说1 不会是在礼拜天 会在礼拜2 那这边的话 需要几个讯息 就是说 你的这个礼拜1 这个月的开始日期 假设是2015 2015的12月1号 应该在礼拜几 所以我们这边的话 需要给一个什么 本月的起始日是哪一天 所以你要把这个讯息 写到这里 再来的话呢 需要几个讯息 第一天的位置 第一天位置指的就是什么 它是礼拜几 那礼拜几的话呢 我们前面有讲过 有一个函数 叫什么 叫week day week day不是可以 查到它应该礼拜几 那再来就是还需要一个讯息 到31 这个月有几天 31天 也就31以后 这些讯息都不能出现 因为出现的话就等于是错误的 OK 所以我们需要两个最重要的讯息 这一个月有几天 就是本月的结束日 那这个月的第一天 应该放哪里 那需要知道这两个讯息之后 这个位置那也就OK了 那我们按部就班来看 不过需要这两个讯息 上面这两个也要 因为第一天你要知道 这个月第一天 那下个月的第一天 这个下个月的期日 实际上就是下个月的第一天 把下个月的第一天 再减掉一天的话 实际上就可以知道说 上个月有几天了 因为要回来就是一个数字 那我们按部就班来看 首先第一个 这边粘的部分 要把这一边的 这个东西放到这边 变下拉清单 那用什么方式比较好 其实我建议 你最好是怎么样 把这个东西搬到别 因为放在这边有点怪怪的 那你新开个工作表 那这个上面的话 输入一个比如说栏位名称 叫粘 那粘的部分 再把这边 把它干脆剪下好了 直接贴到这边来 那如果说你要有个下拉清单的话 请你把这边怎么样 选起来 因为我这边要一个下拉清单 所以我需要一个什么 最好定义一个名称 前面讲过嘛 你把